今儿呢,分享一个做猪皮冻最简单的做法 不用水熬,做一次就成功 那么你喜欢吃猪皮冻吗? 视频看完回来投个票告诉我吧 这是我从冷鲜店买来的一斤猪皮 上面的猪毛已经被店家处理得非常干净了 如果你买的猪皮上有许多的猪毛 用喷枪把猪毛烧一下 再用刀给它刮干净 这块猪皮比较大 咱们先给它一分为二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葱白 将它切成段 适量生姜切成片 接下来锅中烧水 下入姜片和葱段 再来少许料酒 冷水下入猪皮 水开后咱们把猪皮煮至一会 盖上锅盖小火煮五分钟就行了 时间到再把猪皮捞出来 再像视频中这样给它改一下刀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猪皮的背面 也已经让店家收拾得非常干净了 如果上面有肥肉的话 一定要给它片下来 要不然影响猪皮冻的成型 接下来再用刀给它背面刮一刮 把外面多余的油脂再给它刮下来 接下来猪皮的光面朝下 麻面朝上 这样呢猪皮不容易打滑 咱们在改刀的时候非常的好切 给它切成均匀的小窄条 全部切好后装入一个大碗中 咱们多来点食盐 再来一小勺小苏打 先上手抓拌均匀 再用双手开始抓搓 这样可以使猪皮外面的油脂 彻底的洗下来 抓搓五分钟就行了 熬皮冻呢是一个细活 这道菜咱们需要一点耐心就能成功了 抓搓后倒入温水 这样可以使油脂顺利的洗下来 洗个五六遍 像这种水变得清澈一点的状态就行了 准备一个大一点的容器 把猪皮倒进来 按照一 二点五到一比三的比例 咱们倒入开水 比如我这是一斤的猪皮 我就倒入二点五斤到三斤的热水 什么调料都不需要加 吃的就是这个清香味 直接盖上保鲜膜 然后用牙签扎两个孔 起到一个排气的作用 接下来蒸锅把水烧开 因为待会时间蒸的比较长 这个水呢咱们要尽量加的足一些 接着把容器放入蒸锅中 注意这个时候别烫着手 盖上锅盖 咱们中火蒸一个半小时 接下来利用这个时间 咱们可以调制一下蘸料 准备适量的大蒜 将它拍散 放入捣蒜器中 中间少来点盐 咱们给它捣成黏黏糊糊的状态就行了 熬好后放入小碗中 简简单单的来点生抽 再来几滴香油 这样一款非常简单的蘸料就做好了 爱吃辣一点的朋友 碗中加入少许小米辣 适量的香菜末 再加入葱花 切好的蒜末 少许白糖 再加入生抽 少许香醋 再来几滴香油 一小勺的红油倒进来 用勺子搅拌几下 给它搅拌均匀就行了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咱们给没定型的皮洞端出来 朋友们看一下 这个猪皮已经蒸得非常的软烂了 用手轻轻一掐就能掐断 接下来咱们准备一个容器 把蒸好的皮洞水给它倒进来一部分 这样等它冷却下来就变成水晶皮洞了 不喜欢吃的这一步掠过就行了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皮洞已经成型了 这种状态就是给它自然冷却放在 冷藏室里面冷藏出来的效果 接着咱们给它改一下刀 先给它切成宽一点的长条 再像视频中这样晃动菜刀 将它切成有波浪纹路的皮洞 这样呢加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不容易打滑 然后摆盘就可以上桌了 这样的皮洞呢不需要用水熬制 只要蒸一蒸就行了 而且吃起来也非常的弹牙 咱们再来看一下另一种的水晶皮洞 这个呢也是非常的弹 先切成长条 再给它切成有波浪纹路的厚片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伸出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看一下切成这种状态就行了 咱们另一种的水晶皮洞就做好了 这样呢就可以摆盘上桌了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清脆爽口 开胃解腻的凉拌菜 首先准备一根清洗干净的黄瓜 切掉头尾把它拍一下 然后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放入盆中备用 一把苦菊也切成小段放入盆中 再准备半个洋葱切成丝 切好以后用手抓散放入盆中 最后加上一把炸花生米 准备几拌大蒜 先用刀拍扁 然后剁成蒜末 两个小米椒切成圈 切好以后和蒜末一起放在小碗中 再加上一勺白芝麻 加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入食盐 白糖鸡精 酱油米醋 蚝油再倒点香油搅拌均匀 这个凉拌汁就做好了 把这个凉拌汁倒入盆中 把这些食材拌匀 这样我们这个凉拌菜就做好了 清脆爽口 开胃解腻 下酒又下饭 喜欢的话你也试试吧